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最近关注度非常高的产品啊 它的外包装呢整体都是白色的 嗯很神秘 光看外包装绝对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那么啊好家伙 里面现在有三层吸塑 分开展示一下 哦原来这是近期出品的MC掉毛白雪姬啊 哎怎么会有几个零件在包装外呢 不管他们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主体表现如何吧 记得前不久呢 有一款叫做MK的KO版本 Fix飞翼让组装我玩的非常恼火 甚至连翅膀都有装对调了 之后没多久啊 冒出来一个名叫MC的公司 出品了这一款KO的Fix掉毛白雪姬 没等多久啊 这一款白雪姬竟然就灭世了 组装我粗略了看了一下 主体部分的问题还是存在着的 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小问题 首先是膝关节位置 与上一款飞马的飞翼相同 膝盖甲与上方的黑色零件并没有连接在一起 这里需要玩家自行来安装啊 需要将外侧白色的圆点点啊 往外扳开啊 然后套在里面的这个孔洞里就可以了 此处是靠塑料的韧性 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了 安装完成之后的效果嘛 还是可以的 这次的面雕呢 也有点中奖了 监视器的位置会靠右偏一点 整个面罩呢 则会向左偏一点 那里面的眼睛又往右偏一点 这就有点尴尬了呀 好在这次的面罩倒是有做圣线的处理 比之前的飞马飞翼要稍微良心一点嘛 主体左侧的加特林炮可以完美的展开 但是右侧啊 我感觉应该是里面的漆 粘住了这个加特林炮啊 导致这个盖板想要翻开它 都翻不了啊 直接就崩开了 这个回头自己处理一下吧 胸口处的装甲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看不看得出来 它也有点歪 上方和下方两块盖板都是有点斜着的 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来说啊 看着属实有点难受啊 在脚踝的装甲上也出现了漆面瑕疵的问题 另外一侧倒没有这个情况呢 那么对比上一次的飞马飞翼 这一款MC的白雪肌呢 整体的关节啊 要比它稍微紧实一点 就连上次发现的背包布局的情况 这一款也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包括连接翅膀的机械臂 在各个关节的表现上也是紧实很多 虽说比飞马的飞翼要紧实很多呢 但它还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啊 下盘倒是挺紧的 但是两条大腿的前踢关节 有一段小小的虚位 好在其他角度的表现都很紧实 自主站立也没啥问题 重头起来了 我这款呢 全身上下就是这两个肩关节的平台啊 其松无比 整条胳膊旋转起来的手感偏舒适 不松不紧的那种 剩余的全身关节就没啥问题了 那处其松无比的肩关节 应该可以通过螺丝胶来进行强化一下吧 关节方面的问题呢 我已经展现出来了 接下来呢 再来聊聊它的漆面啊 整体的漆面 我觉得这次做的还行 只是有很多位置都会有些蹭色 还有一些位置会蹭上黄黄的颜色 但是用手一搓就能搓掉它 就有那么点透明胶残胶的感觉 还有呢 就是在这一款的羽毛 翅膀的边缘位置都会有些小飞边 但这种动动手的活自己也能解决了 总的来说啊 这款白雪姬要比上一次的飞马飞翼强上太多了 起码给人有玩下去的动力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武器配件部分 这款配有一个备用天线 但这个备用天线的涂装属实有点辣 连中间监视器的绿色涂装都是不均匀的呢 盾牌的造型犀利 涂装方面也算还可以 只是在白色漆面上会有一点点的小颗粒感 白雪姬呢还带有特殊防御样式 它可以通过连接键的安装 将盾牌搭载在背后 连接壁支持多段式的角度调整 与盾牌和主体的安装 紧实程度都是非常的老靠 盾牌安装到了背后 我个人觉得颜值有所提升 但是对于背后的两片小机翼的可动性 却有所干涉 算是有得有失吧 两把破坏步枪也是常规配置啦 底部同样配有可拆装的透明支撑件 基本玩法跟上一款的飞马飞翼也是相同的啦 对了手型我也就不多介绍啦 也是跟上款相同的配置 这是可以安装三发羽毛矮芯的发射器装置 那么说到羽毛矮芯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款独有的羽毛矮芯 由于所以造型涂装都没有问题 是奔灌产品中我最为满意的一个部分 底部有独立支撑握把可以进行展开 展开后能够独立握持 前端的连接扣是用来连接搭载各个零部件使用的 同样也能跟原色飞翼一样搭载在这个连接件上 这个连接件是用来搭载在盾牌侧面的 但是我发现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安好了一个想要再按第二个 羽毛和羽毛之间肯定会有干涉啊 难道说这个尺寸用的还是上一款原色的吗 装两个羽毛和羽毛之间已经挤住了 当你想装第三个的时候那就彻底崩溃了 这么看下来这个连接件有点迷 除了羽毛矮芯还有单独的六枚羽毛造型件 整体的漆面和造型依旧没啥问题 只是在个别边缘位置会有一点点飞边的情况 这里需要玩家自己处理一下 还有一堆连接壁 这些连接壁都是用来搭载羽毛矮芯的 双手持枪的支架还有托举机型的连接件 这回的地台啊要比上一回的原色飞翼多了三组透明支架 透明支架的材质用料还挺不错的 活动起来的手感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对了说起这个支架 上一回的原色版飞翼呢 这个连接器啊是歪着的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版的白雪姬连接件是不是歪着的 好,激动人心的时刻要来了啊 看看它歪不歪 哇,还好还好 这块白雪姬它居然没有歪啊 又给了我一点玩下去的动力啊 我来演示一下如何将机械臂 还有连接器与羽毛还有羽毛矮芯连接到一块 话说这回机械臂的各个关节表现也是挺紧实的 不知道装满了矮芯之后还紧不紧啊 将羽毛矮芯全部搭载完成之后的效果 看着还是非常的养眼的啊 在这华丽的外表下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它身上的一些缺陷啊 就算摆到高难度的动作之后 也可以通过支架来辅助支撑 不得不说啊 这两根透明支架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 甚至还能帮忙解决手臂不举的问题 就算整只手臂再怎么结实 也是举不起加装了矮芯之后的巨大武器啊 所以说手臂不举的问题又能被和谐掉了 虽说是一趴变形啊 但在飞机形态下 竟然利用了羽毛矮芯充当了它的翅膀 看着非常的带感 个人感觉这个形态要比原色版的好看上太多了 玩了一圈之后 我觉得啊 眼前的这款MC的白雪姬还过得去吧 我的这款漆面瑕疵呢 已经能够用爱包容了 至于松动的肩关节呢 有两个支架 我觉得不加固倒也没啥关系啊 就算自行加固也并非难事 那么还剩下一个问题 那就是将羽毛矮芯搭载在盾牌外侧连接件上的 那个连接件的问题了 空间太挤 根本没法玩 那么还有问题吗 我感觉就剩价格问题了 这货刚出预定的时候 价格就已经高达899元 而且还在预定的途中啊 突然涨价 这就让我很看不懂了 我看有的店铺都涨到了900多 甚至小1000块 这真的是对自己的产品太自信了吗 相信有部分网友也会说啊 财团原版的价格已经3000多了 那这一款卖1000块不到一点 也算是可以接受 要知道财团刚出来那一会儿 它的价格才多少钱啊 还有啊 隔壁拼装的白雪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总之啊 眼前的这一款MC也好 MK也罢 如果说你超过了它的原价去购买的话 我不太推荐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喜欢FX白雪姬 但是又没那么多钱去买正版的玩家啊 那眼前的这一款还能看看 当然了 以上所有的点评啊 都是参考我手上拿到的这一款来说的 实际其他玩家拿到的是怎样的货 我就不知道了 也欢迎你们拿到之后啊 at我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白雪姬到底是好是坏的 OK 以上就是这一期神天玩具组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分享一下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chau